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街頭 你看現在天氣那麼熱 又不能出遠門 只能在台灣鑽對不對 有什麼地方好推薦的呢 其實有 但是你要說你的需求 這樣我才有辦法給你一些建議 或什麼的 因為天氣越來越熱了 都38 9度了 有沒有 沒有涼快一點的地方 有 我現在口袋名單就有一兩兩三個地方 還滿適合的 還有沒有其他需求 需求就是說 因為那個走久了你會累嘛 對 有沒有可以坐下來休息的地方 有耶 這個地方它算是滿多人會去的 會去 然後很涼 然後冷氣算是中年都開著 對 而且不管你要坐啊躺啊都可以 基本上你可以躺著 躺也可以 可以不會有人去煩你 真的嗎 而且還算靜謐的一個地方 這麼好的地方 你一定要介紹給我啊 對…就是 景行廳 對 景行廳還需要你介紹 我比你還熟吧 不要這樣子嘛 對啊 為什麼今天沒有噴它乾冰呢 我是看不懂 其實最涼的地方就是這裡 就是這裡沒有錯 所以大家要去旅行 也不用跑遠的地方了 只要來到我們東森的攝影棚 就可以感受到囉 但我們今天聊的才不是這個咧 雖然景行廳男孩就在我旁邊 他們也出過專輯之後 就再也沒有在荼毒大家耳朵了 但是我們今天要討論 十周年要到了好不好 很多呢 歌迷朋友們 巧婉一直在說 什麼時候要來開新的演唱會 怎麼可能現在大家 你們的聲音我們都聽到了 不用啦 我們的觀眾怎麼變得這麼墮落呢 沒有沒有沒有 引頸期盼 好 引頸期盼 那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是關於旅行 旅行在台灣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要推薦給大家 而且要涼一點的 對不對 現在那麼熱 那我們要來歡迎的就是旅行千萬里 最愛還是台灣美景的藝人代表 好 歡迎 但對面呢 每到夏天就要去海邊 就是愛看漂亮高雄妹 我們的聯合國行男 歡迎 今天聯合國代表們 就要來統整台灣最涼霜旅遊 秘境的省錢環保 今年的那個高溫其實會讓人崩潰 是 我記得我還去主持一場戶外活動 正中午在華納威秀的那個廣場 然後真的是站上去不到10秒 我的汗已經這樣子流下來 那一天體感溫度50度 非常熱 所以高溫到底要去哪裡避暑 哪些景點又涼爽又好玩 趕快請大家來介紹一下囉 OK 女子 OK 對啊 女子 國外國內 問我就對了 唉唷 你去了什麼兩隻協調 問你就對了是不是 對 下面一位 還沒講完 好 你說 我真的發現就是因為 以前就是還沒疫情的時候 大家就是出國嘛 就是比如說像日本的話 就配海盜嘛 就是那個台灣太熱 所以我們是逃避別的國家 去避暑 對 但是現在是不能出國 但是不用擔心 可不可以講一點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OK 馬上來 好 這是呢 石門水庫 什麼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真的覺得齁 我跟你們一樣的翻譯 一開始是那個石門水庫的時候 聽到這個說 蛤 你又在開紅槍了 台灣還有誰不知道石門水庫嗎 但是 就是你們真的有玩過嗎 哦 石門水庫不是就是一個水庫嗎 對啊 怎麼樣 我跟你講 Merry Christmas 沒錯 就是一個 水庫 對 水庫 水庫啊 但是呢 水庫上面很好玩哦 當然 可以 坐船 坐船 其實不小 很大 而且呢 那邊的那個房間大自然 然後那邊就是那個導遊 幫我們說明很多東西 我有PCR 請看 哇 哇 這裡真的太棒了 現在這個夏天呢 其實不需要冷氣 其實除外 感覺就是大寮 你知道嗎 你就是我 那邊 兩個 卡卡 你會去無人啊 不是打自然好不好 還有這個哦 這都是西門水庫 你看看這個就是很漂亮 而且可以去小菜 老間那裡 有吃的 駁魚啊 駁魚山吃嘛 對 超好吃 對 超好吃 而且就是他們的那個 東西 變化力很高的 就是有點像那個 那個 不是不像魚 有點像肉 而且就是吃起來比較豐富 非常好吃 看到嗎 旁邊新開的是那個 班舟的博物館 就是跟那個 方便一起 博物館 對 很厲害 裡面不會是 給日本的那個 班舟的博物館 裡面東西是台灣的 本來就不會 本來就不會 沒有 班舟裡面 還有那個台灣 那個台灣隊啊 就是以前是 什麼外國人來到台灣 我們打班舟 主要的是可以體驗 可以玩 小朋友也很開心 不是只有大自然看一看 還可以玩樂 然後互動的 對 而且那邊的飯店 非常的漂亮 CP值有高 然後加上 你看到那個老街嘛 因為那邊就是 大家只是這樣子 但是那個 下午的時候那個 很便宜 然後在氣場上 這樣走一走 然後那個 走完之後 吃火魚 這樣子很完美 好吃好玩 地方真的很漂亮 這是剛剛那個人不對 對 旅行最重要就是旅伴嗎 旅伴 如果是跟對的人 去哪裡我都好開心 都開心 都開心 像是蔡博文我就會很開心 我要給你們介紹一個 台灣最漂亮的地方 好 在這裡 在哪裡 好漂亮喔 這是壁畫 你這個是包水果的紙箱 是不是 這個地方就叫 金水斷崖 花蓮 金水斷崖 金水斷崖 你們知不知道 500年前 葡萄牙人在台灣附近 划船的時候 就看到這個地方 然後他們就說了 Formosa 對 地方就在這裡 是 其實對 華蓮台灣的最漂亮的地方 那邊台路科 然後那邊七星湯 還有那個很明明的也是 東達門也是 可是我覺得這個地方 也很特別 很美 因為我在這邊 有七角度吃 有開車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看到這個地方 你就那邊 最好去遠點 你可以划船 或是你那邊可以 是SAP SAP就是Stand up paddle board 中文是獎板 對 立獎 SUP 我們都念SUP 就是這樣 好酷耶 對 你沒有站著 對 為什麼沒有站著 你為什麼坐著啊 這個是坐著 他就叫Stand up paddling 為什麼是Sit down 有 等一下 等一下 這裡 可以 很美耶 可以 對 唉唷 真的超漂亮的 很棒 很棒 哇 好像滑向太陽喔 天啊 所以你知道 這樣的旅辦就對了 對 剛剛那三個在幹什麼東西 很不舒服 這VCR看了不想去了 對 浪費人生嘛 這個也有影片給我們看 也有 哇 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很舒服 真的很漂亮耶 很舒服 而且怎麼這麼短啊 剛剛那個要四十幾秒 對 這個才九秒 好看的都那麼短 因為我那邊站起來 是比較不方便 你知道因為這個 沒關係 但是如果你站起來 突然那邊就很舒服 他們就帶你那個地方 你那邊就可以拍照啊 拍美麗的照片啊 然後他們都可以搬娘拍 價格好像一千塊左右 一千塊而已 一千塊而已 一千塊左右 一千到一千五 那很OK耶 你看台灣也有這麼漂亮的地方嘛 對啊 對不對 這個很像那個 國外海島國家的感覺 對 完全不輸給國外 真的 真的 這個好 江萱也要推薦給我們 台灣還有更好的地方 因為夏天的時候 有暑假對不對 對 所以是台灣有很多離島的島嶼 做那個飛機 想要去好像出國的那個感覺 唯出國 對 我要推薦的就是 馬祖 馬祖 對 我這次 我就是上個禮拜有去馬祖 然後剛回來 然後我就覺得馬祖真的非常漂亮 因為馬祖是一個文化古蹟存在的地方 完全沒有被污染 而且那個人啊 馬祖的全部都是人情味 真的太豐富了 台灣人最有人情味的地方就是馬祖 我個人覺得 真的啊 真的真的真的 然後這是馬祖 大家應該有看過 好漂亮喔 就是北竿 馬祖有北竿跟南竿嘛 這是北竿的琴碧村 超級漂亮 它是完全古代的那種房子留下來 然後裡面也有民宿啊 也有咖啡廳 然後前面就是那個海邊 超級漂亮 而且馬祖就是 說那個亞洲的地中海嘛 他們都說亞洲的地中海 真的很漂亮 然後這是 馬祖晚上的夜景 夜景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很漂亮喔 然後這裡就是馬祖要看什麼 就是看藍眼淚嘛 對 藍眼淚 但是藍眼淚聽說只有四月到六月 但是我現在 我們現在已經八月了嘛 八月了 但是沒關係 還有這個可以看 杏莎 杏莎 它也是會亮亮的喔 它也是會亮亮的 好螢火蟲喔 對 就是那個沙灘 它下面的沙都會這樣亮亮的 對 超級漂亮的 然後它的海邊也是很漂亮啊 不輸鬼國外 嗯 很漂亮 真的 對 而且可以吃海鮮對不對 對 這裡還有有名的是淡菜 淡菜 對 淡菜也是非常大顆 又很好吃 是 那個淡菜的話 到馬祖一定要吃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馬祖它是盛產淡菜的地方 聽說 現在連法國人 他們進的淡菜 都是從我們台灣馬祖運過去的 法國人 還有一個很有名的就是老酒麵線 老酒麵線 這個超級好吃 這個超好吃 然後旁邊 它就是有酒香味對不對 有酒香味沒錯 然後這旁邊的就是甜點 它的地瓜 地瓜角 裡面是甜的東西 它吃起來是甜的 然後吃完一碗這個麵 然後再吃這個 剛剛好 太棒了 對 有鹹的也有甜的 而且馬祖人情味很重的 我覺得 我說很重的原因是 因為我去了馬祖 然後我就想要住車啊 因為那裡交通不方便嘛 所以想要住車 然後我去民宿 然後我跟櫃塔就是跟老闆說 老闆不好意思我想要住那個 住車 你可不可以有推薦的 老闆直接跟我說一句話 你幹嘛退車 你開我的車就好啦 蛤 然後我直接開他的車晚兩天 知道嗎 他好相信你喔 真的認真 因為他說馬祖是一個小島 所以是如果你偷我的車 你也去不了哪裡 你也去不了 也是對啊 也是對 對 所以我覺得馬祖真的很適合現在去 對很好玩 二分之一強YouTube會員開張啦 是的 喜歡二分之一強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 趕快加入會員來支持二分之一強喔 看完了嗎 要記得訂閱二分之一強的YouTube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想看更多精采的影片 歡迎點選旁邊的精選的內容喔 一起支持二分之一強 然後